近日由外美对海南省从2014年开始实施的一项法规进行过度解读 声称这则南海新规会恶化区域局势 那外交部在第一时间对此进行了驳斥 强调中国有关渔业法律法规三十多年来从未引起过什么紧张 实际上在南海频频挑衅的是美国及其盟友 美国近日不仅高调承认自由号冰海战斗舰曾经在南海执行侦查任务 同时美日还加大拉拢菲律宾和印度的脚步 国家海洋局网站周六发布消息 海警3401船完成建造 并在周五正式入列中国海经南海总队 该船是国家海洋局重组以来首作完成建造并正式入列的新型四千吨级多功能海洋执法船 海洋局网站评价称 该船船舶性能优良配备了先进的执法设备能够满足海洋执法任务需要 在稳步加强海洋执法力量揭示的同时 海南省一则法规近日却遭到境外舆论的无端指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周四声称 这项游业法规限制他国在南海争议海域的渔业活动 是具有挑衅和潜在危险性的行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五对此进行了严厉搏斥 三十多年来中国有关渔业法律法规一直在正常的实施 从来没有引起过什么紧张 如果有人非要说对一部业已实施了多年的地方渔业法规 做一些技术性的修订就会造成地区的紧张 对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 那么我只能说这不是缺乏骑马的常识 就是别有用心据心叵测 外媒热炒的南海新规是指 去年十一月海南省通过的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 其中规定外国人外国渔船进入海南管辖水域 进行渔业生产或渔业资源调查活动 应当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该办法在今年元旦生效实施 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外媒日前趁机渲染称 中国在南海加强警察权 这一新规一旦被广泛实施 可能将会恶化地区的紧张形势 实际上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就明文规定 外国人外国渔船违反规定 擅自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 从事渔业生产和渔业资源调查活动的责令其离开或者将其驱逐 可以没收渔货物渔具并出50万元以下罚款 清洁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专家指出今年开始实施的新办法 在管辖海域和对南沙管理的细节上和过去相比并没有变化 新规的出台只是为了配合中国海上执法力量整合的新形势 我国的渔业法早就颁布了 那么现在海南省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法 来制定实施的细则 实际上是要更好地贯彻我们的渔业法 一方面增强了力量 同时的话法律完善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东西 如果有什么可指责任